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河北省的省委书记和河北省的省长 所有河北省的省常委的人坐两边 我坏 你坏 你坏 我坏 我比你还坏 你比我还坏 我坏 我坏 就是大家就这么干 四鼻子汗流 其实这个方式 当初毛泽东整习仲勋他们就这么整他 整彭德怀他们就这么整他 批评跟自我批评 其实我自己一直在想 为什么习近平这么做 没有得出太明确的答案 一个简单的答案呢 就是这批评与自我批评 在他青年少年年代里面 给他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 这一道伤疤太深了 永生他忘却不了 而且他根深蒂固的认为 中国人奴性过强 必须被这么整 他才行 看过这后三十年 他未必赞同 因为这后三十年 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放荡和战友 在习近平的他的生涯当中 他这部分是空白 是清白的 有朋友说不对 你气扎么扎么 是这么回事 他跟薄熙来形成对立的 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薄熙来在这近二十年 二十多年里面 利用他家世权势 利用他网络的整个的过程 形成了他的仕途 大家记得在法庭庭审的时候 说徐明不是他朋友 他说徐明哪能跟我是朋友 你太埋态我了 这就是薄熙来的话的真实的意思 能跟我是朋友的 有一百家 我相信习近平 能跟习近平成朋友的 没有这一百家 为什么呢 习近平在他2007年上位 成为了这个王储之前 他一直在地方 就在厦门 他长时间 委屈在一个小地方里面 他并没有薄熙来 在这二十多年里面 那种为了达到自己目的 而这种所运筹帷幄的过程 没有 他是空白的 所以他才跳着往上走 以至于他后来在浙江 在上海任职 我再跟大家重复一下 那个任职是因为 他过去的世出生涯出现了空缺 而他被中共定为王储 他必须要弥补那样的空缺 所以才像走广子一样 走了这么 这儿待几个月 那儿待几个月 算是在地方 主要的中共省份地区 任过职 来弥补他的空缺 没有任何实际所为 所以他当时任职的时候 有他没他那地方 关系不大 才会造成 今天在他掌控权力之后 当他全面了解到 他所掌控的局面 是这个局面的时候 他失去了 中间这张环节的根基 他没有这个根基 这是空白的 他空白的好的一点是什么呢 他抡起斧头 砍谁的时候 他没后顾之忧 因为他没有历史遗留问题 有文章提到说 为什么用王岐山 做中纪委书记 王岐山敢干 因为王岐山无后 没孩子 所以当他没孩子的时候 没人给他找麻烦 这哥俩绑一块 王岐山无后 习近平过去的 这个生涯过程是空白 所以轮起斧头杀 杀了别人有点 不知道该怎么办 找不着他折 但是我也跟大家讲过 这不能反腐这么杀 满朝杀完了就剩你们哥俩 他不 他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对吧 当满朝杀完 他觉得不成的时候 这么杀 杀不下去的时候 他突然转向 还是毛泽东这手好 批评自我批评 让你们自个儿整自个儿 自己整自己 它可以造成什么 掩盖真相 网络举报啊 反腐啊 让全世界人都知道 河北省常委开会 你埋态我 我埋态你 大家相互整 关起门来 外头不知道 知道吧 这事 这是很关键的 但是呢 这不是那年代了 所以我就讲说 你如果为了抛弃中共 怎么做都成 如果你的目的是 维护中共的话 人家看你笑话 美国之音 有篇文章说 习总啊 总闹笑话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世界媒体看中国 习总是笑料 文章上来就特别讲说 习近平亲自领导的这一场 批评与自我批评 如何收场 成效如何 我们不清楚 但是这场政治运动 已经确凿无疑的 成为中国国内外的笑料 不但引人发笑 而且令人深思 荒诞可笑 非同一般 这就是对他莫大的嘲讽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大家想想 他前面所树立的一切形象 包括今天 现在 到这个什么印尼啊 是到哪 到东南亚去访问 这个彭丽媛呢 特别是按照当地民族的女人的风格呢 来着装 打扮自己 没用的 对吧 没用的 所以这就是我个人的说法 共产党走到头了 才会出现这样的概念 那文章首先引述的是 今日美国报 今日美国报 用笑话的方式讲说 习近平说了半天应该批评和自我批评 我们没有看到习近平 你自己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内容 所以自个儿整自个儿 跟自个儿过不去 樊底刚 亚洲新闻社 是一个非常严谨的 就是说 他非常严肃的一个刊物 但是他直接讲习近平的做法 叫做 清点闹剧 时空错乱 就是精神病 洛杉矶时报 它以戏剧性的展示了 这种荒诞的时代错乱 它讲说 毛时代的那套自我批评 在中国电视上重新出现 晚上七点钟打开电视一看 人们以为弄错了 因为毛泽东又从天安门广场 那块腊肉的棺材里又出来了 那洛杉矶时报就更损了 他说猴子业以不易耍 他直接侮辱习近平是猴子 那文章呢 写的比较长了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它的主题就是一点 习总是销料 与此同时 美国之音另外一篇文章 这是挺诡异的一篇文章 这么说的 中国网络观察 腰斩毛鱼路 那他配的这张照片 应该是在鬼市里拍的照片 或者说救货市场 或者是股安市场 鬼市呢 原来北京的城南潘家园 天一亮这个市就没了 一般都是在晚上凌晨三四点钟开市 然后天一亮的时候 大家就收拾走了 其中有一项就是卖毛鱼锡雨露 大家注意到这里看的毛鱼锡雨露啊 这是我小的时候 每个人手里都一定有的 这个都必须放在胸前的 这很讲究的 那个脸盆啊 瓷盆啊 那挂盆啊 这都是烫瓷的 挂在家里头 有的在家里头挂出花的 一般都是各种花 都是向着一种花去 向着葵 没有别的花 那文章讲说呢 习近平重情于毛泽东 习近平为什么动辄用毛鱼锡雨露呢 估计他当时整他的时候 比石涛那时候狠 石涛咱轮不上 人家是光患子弟 咱们就是一草民 他唯一能想到的 就是被他 把他整治的那一套 不敢出生的那一套 他也就觉得 那一套最管用 因为那一套 在习近平他们家最管用 那在这篇文章里呢 美国之音呢 写的就更加的直接了 他说 毛泽东统治中国大陆27年 给中国人带来一个个的灾难 美国著名的文化新闻网络杂志 每日野兽 最近评价 全世界过去一百年 十三个暴君 毛泽东高于希特勒和斯大林 位居世界榜首 是因为他害人最多 但你记住 毛泽东杀的都是中国人 他才邪了门呢 那文章紧接着讲 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 被毛泽东以莫须有的 利用小说进行反党的罪名 关了17年 毛泽东还言之绰绰 咬牙切齿的说 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 尽管习仲勋从来就没写过小说 也从没写过小说的计划 但毛泽东还是将他长期监禁 其中有五年是带着脚料 单独监禁的 而恰恰的习近平对残酷迫害 他亲爹的毛泽东却情有独钟 他上台之后对毛泽东的统治 要肯定不能否定 对毛泽东所谓的教导 要认真学习和领会 习近平还刻意模仿毛泽东 亲自挂帅发动所谓的批评 和自我批评运动 什么叫魔鬼啊 大家要明白这就是魔鬼 这就把人弄的都不是人了 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